中国人的很多家庭也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不节制这个感情嘛 哇哇就哭哭闹闹 哭丁喊娘 就是一个民族对于感情啊 是不是有些节制 也是一种美德 因为啊什么在一个合适的度以内啊 都是感动的 但是有时候超出去了 你比如现在就像他们说 就像咱们有些的电视剧 你隔壁你都听得见 那就是大哭大闹 就是就是后来我发现 中国人的很多家庭也就是这个样子 他就不节制这个感情嘛 哇哇就哭哭闹闹 哭丁喊娘 有度当然好 可能我们缺少那所谓那个边界感 但如果你太有节制 太有度的话 你不觉得很冷漠 缺少人味吗 就比如说你看日本 那个海啸那地震之后 你看他们拍的新闻片里面 每一个在民的面表情都特镇静 就没有惊恐 没有那个哀伤 我不认为他那个是说滞后 他不是 他就是本能的一种 一种压抑自己的情绪 怕给别人惹麻烦 但那看着让我觉得心里就觉得 他少一点温度 少点那个人情的那个味 那我觉得也不好 跟日本正相反 会把这个事情做得很过 就是中国 中国是这样 中国比如我们说典型到今天为止的丧事 农村做丧事是要雇人来哭的 那些人是表演性质的 他表演性质的这个哭呢 这个按理说 这个大家都很明白 您这是表演 但是他会传染 我就想去就是 他也真掉眼泪吧 也得 对 他自个会哭啊 他是个表演 他会哭得很真 我就有一回啊 就好多年前了 我一个朋友去世 去世呢 就他是突然猝死的嘛 所以很多人情感过不来 就很好的都就开始 给他在单位布置一个灵堂 谁去都哭 就哭了一共就弄三天 哭三天 最后来了一人 特有意思 是什么呢 是所有人呢 都已经天天都在这儿 已经哭的都过去了 劲儿都过去 也不哭了 谁来就是 举个弓磕个头 结果这人进来以后呢 他来的最晚吧 他哭的那动静特大 就是五体投地的 拍着地的哭 然后呢 把所有人 人家说本来都没人哭了 他又把所有人都给弄哭了 弄哭以后 他突然一抹眼睛 他说你们给报销飞机票 这全场都回不过来 你知道吗 这么一人 后来大家发现 他那个哭是表演 他内心想着 就我来奔丧 我这作为飞机的票谁出 他突然就就在地上 他拧着头 问大家报不报 这个飞机票 特小品 他就是特别反映 中国的那种 乡村的那种哭丧文化 哭丧是一种文化 没错 而且是礼貌 在台湾乡下 到现在还有这种礼俗 不不不 现在大陆到处都是 甚至还带那个什么 那个艳舞团表演呢 哎哎哎 就是中国这种 咱们叫红白喜事吗 咱们喜事 八路没有艳舞团吧 台湾有 不可能 大陆有 后来被关 被公安局抓了 肯定是被取缔的 对 我说台湾到现在还是 那个跳舞的 艳舞的尺度 丧事是吧 对丧事 还请人来哭 我看过台湾有个 一篇散文啊 据他说是真的 那作者是干嘛的呢 这是代哭的 这是收钱代哭的 他一家几口都是代哭 收钱的去那边哭 从小他老爸就训练他们 怎么样哭 很容易 刚开始当然要捏痛嘛 老大捏弟弟 弟弟捏小妹 捏大腿 大腿 屁股 你想 你想 捏疼了 然后后来反正训练有数 到后来不用捏了 讲哭就哭 好像开水龙头一样 那后来就靠街要吃饭 然后那篇散文记录什么呢 记录说他父亲去世 轮到他们是真的亲人了 真的要哭的时候 他们哭不出来 他们说站在那边 他只会假哭了 真哭他哭不出来 那他说那感情很复杂 是说他是这样写 那作者是说 我觉得我们这样一哭 就羞辱了我们父亲 因为平常我们收钱来哭了 这个段子讲得深 所以我就不能哭 我忍住 然后我就 这时候又把我的真性情 就是不哭 所谓的真性情 我有多少的悲痛 我不把我的悲痛又卖出来 因为他习惯了这么多年来都是卖 这个就是又是喜剧 又是悲心 这个很深刻 这个很深刻 你知道就是 你当然你要粗的去理解 有的时候觉得 比如说要想想英国绅士 或者说你看他们讲日本 就是哀感文化 悲感文化 说中国是喜感文化 但是这个东西你要讲俗 它好像也是一种挺俗气 也不是真心的哭 可是要说中国文化里的确有一个 我就觉得什么东西 它到了一个最高的地方 它有一个糊涂 就是它不是特别清晰 你比如说甚至我就有时候觉得 跟中国的禅宗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它到最后它可以又立规则 但是又可以没有规则 这东西为什么我说起来你要很谨慎呢 好也是它 不好也是它 有的时候你看中国的艺术 它在最高的地方 它有个超越 在一切规则之上的一个超越 但是呢 这也造成了很多时候 我们呢 做不出这个正当的反应 或者说不把一个规则 或者说一些公认的情感啊 当回事 就上可以上到 这个没上界 下也可以下到没底线 所以说这个文化呀 它是不是暗含着一种 深不可测的一种东西 我个人啊 比如我从情感那一方面 我挺喜欢中国人这种 就是有时候没有边界感 但它特热闹 有烟火气 特有人味 但是我从那个美学 审美角度吧 比如我觉得英国绅士那份 英国人相信什么 我这一辈子 只能上两次 或顶多三次报纸 出生 去世 顶多就结婚 再上一次报纸 其他时候不上报纸 上报纸不高级 这其实是很冷漠的 包括我看那个英国 最近那个第二季的那个 王室 The Crown第二季 我觉得特好看 就英国王室 它就是不能够喜新欲设 它就是特别的 对 那样子一副表情 不卑不喜的 对 它那其实是没有人的 那个味道的 它有不给你看 所以他们叫后花园 哲学 所以我们是感觉不到 那个人的 就我们普通人的 那个味道的 这样比方说 Deanna去世的时候 对不对 那群王家的女人 一样悲痛 一样难过 一样各种的情绪都有 可是根据种种材料 回忆当时 他们那一群女人 就在自己家的后花园 一起互相 也不讲话 不晓得有没有哭 用最哀伤的眼神 来互相来看 然后最后其中一个 就是说 Let's keep it here 在我们的后花园 在后花园节省 出来我们要体面 所以呢 就是最终我闹明白了 就咱不管学到多少 你的这个根啊 你是背离不了的 当然 不管你觉得 他们都高贵 最终得回到这个分子 最终我见到鲁鱼 我还是想着 咱们还能活几年 咱们就抱头痛苦 我活得长 这是让我特别担心的一点 他得活一点 我特怕这一点 马亦 我特别不想这样 对 我特别不喜欢这样 记得 科学会有重大突破 让每个人有尊严 有质量的活到一百岁 对 然后可以永探 但是我身边像这样的好朋友 都不在了 我找这块 你走得走啊 走得走 谢谢 我再把这假花送给你 谢谢 对可以拿走 你百岁的时候 看见这个花 我就想到你 你不私人 墙 史牧 psych 佣 导臨